各位企业家 观察团 主持人 在现场以及现场外的观众 大家好 我叫刘志勇 志从高远 勇于实践也是我的人生格言 我来自河南新乡 毕业到现在五年了 这五年我的经历 或者说近些年的经历 可以用四季来概括 我是一个有才华 有故事 能坚持的人 我在这里求职一份产品或市场方向 策划或运营的工作 谢谢大家 您好 回来来 说一下吧 为什么要多听少做不说话 那是一五年初 然后当时在一个过渡阶段 我去了当地一家其实蛮小的一个 做本地生活内容类的一个网站公司 我在那个公司大概待了七天处于学习 然后接触少量工作的一个状态 然后确实觉得 因为是一个初创公司 确实觉得有一些问题 包括我可能对于老板去做一个企业规划 可能也能提一些自己的看法 我就去那天下午跟老板过去聊了 聊了之后第二天早上我接到老板 给我打过来电话说 志勇 你从今天开始不用过来上班了 我就非常诧异 我说为什么 他说你的植物领导直接跟我说 说觉得你这个人是一个 好像就是不守职场规则的人 你有什么想法你直接去跟老板说 而不是先跟他沟通 觉得是一个很有问题的 但是可能就是这是我自己第一 没意识到第二 确实最开始面试的时候跟老板聊的 确实觉得彼此感觉很好 志勇你当时是不是跟 我们这种公司都是从小公司创业起来的 其实小公司的时候 特别不在乎业绩这件事 你知道吗 主要你说的是什么 因为那是一个地方城市生活类网站 我就告诉老板说 我们的这个现在的板块 我们的内容 那时候内容 其实我们在新乡那个小城市 本地没什么大的新闻的 所以我们那时候 在做内容编辑的那个工作的时候 大部分都是些 从一些地方城市生活类网站上去 其实就是复制粘贴改名字 改发生地点 去弄上来充实这个 本地这个生活网站的内容 我说我们一定还是要去 包括做一些新乡的本地的 大概就是这些 其实就是 对公司的情况不了解的情况下 然后你知道老板要做一个你的战略 没有 我只是去发表一些 对啊 你就是从战略的角度 去规划这家公司 你不知道这家公司 到底要发展成什么样 你也不知道 这个企业 他们现有的背景 和它的实力是什么样子 然后你就说一通 这个是所有的企业 都会特别害怕的 如果说我是你这个老总的话 我是觉得 就首先这个你进来的 你应该踏踏实实干事 也不是会话那么多 对吧 而且你讲的东西 你又不了解公司 你讲了这个东西 其实我也知道 我觉得它肯定不是 越级汇报这么简单 因为很少有个公司 因为你越级汇报了一下 我就把你开除掉 招人成本也很大的 所以我觉得是有一个 可能越级告状 或者是更过分的一个行为 才会导致这个结果 他们在那乱猜 是不是你在那 犯了什么其他错误 我强调的就是 我这样一个体验 因为这段工作来说 对我来说真的是一个 特别小 特别不重要的 你后面我这上面写 你为了去新的 这个零售店学习 只要底薪 这个事你说说 因为我从 其实从16年底 或者说其实在更早的时候 因为我呢 门在学校有个地儿 我是做那个校园超市的 虽然我自己不站 给你一张纸吧 满头的汗 怎么这么多汗 做了亏心事啊 你觉得一个初次 登到舞台上 还是荧幕上的人 会不紧张吗 如果不紧张舞台 觉得奇怪 你前面那位就不紧张 那是个老油条了 我感觉 你看 你又喜欢擅自的评论别人 所以我相信 那一五年 你肯定是说了 你的直属上司的问题 说了坏话 没有没有 这本身也是一种调侃 这不是调侃 你看你这多嘴多舌的毛病 我害死你 还不说话 我看你挺愿意说话的 好吧 说自己 不说别人 好吧 说这个学习的这个问题 去零售 因为我自己做了 就是去年在做的是 那个校园新零售的一个项目 那时候我觉得 那我找不到投资 是不是也是 我自己的能力 或者我对这个项目的问题 也是肯定是占一部分的 那我就是今年 上半年大概五到八月份 大概三个月 然后在那个 我们河南当地的一家 它在郑州市 有120多家 这个连锁的便利店 做的还是不错的 到那就是说 我当时也是精神介绍 我说我只要底薪 这三个月 但是从仓储 供应链 到店面的 我都要去 轮岗学习一下 是一五年的事是吧 不是不是不是 一几年 我其实去那个便利店 学习就是今年五到八月份 今年五到八月份 对 学习完了之后 就出来了 出来之后 我就是把我那个项目 又重新就是 就是你创业的那个项目 对 完成了一些细节 又跟以前 接触过来几位老师 就是曾经拒绝过 过我的老师 联系了一下 这个供应链 我们做的是 就是连锁便利店 那种管理方式 我给你提供供应链 我给你 对接一些特特商品 而且我不让你 局限地卖商品 我会给你 对接一些服务类的 我是做校园 校园的话 一个学校 五六家那种 大概四十平到六十平的 小超市 这个学校 一万人 两万人 三万人 跟我没关系的 跟我有关系的是什么 就是这个店 在那个地里 我靠近宿舍楼 或者我靠近教学楼 或者我靠近操场 其实每一家店 大概就是分这个学校 三千人左右的一个用户量 线上的话 它可以覆盖到全校 你再加上配送了服务 如果你的商品卖得 再有竞争力 所以你那模式 主要就是下单 然后送货上门是吧 这一定 你不要长篇大论 简约一点 配送上 现在所有的配送 都是一种方式 一种收费 我们做的配送的话 是一个差异化的配送 你想送得快 你就多掏一点运费 是专人专重的 你把这个定义叫独创 太阳底下没有新鲜事物 你只要不是说 一个完全新的行业 或者新的产品 你就谈不上多大创新性了 在目前来 谈不上多大的创新度 但是在目前 节目线上都这样 对啊 送餐都是你加钱就可以 所以你的核心 竞争力的最大的一点 是什么呢 你的模式里面 还是在管理 就是连锁便利店 这种模式 我只是用 你就有一个特别可怕的事 就你聊天的方式 就你不说大白话 对吧 总说一些术语 就帮我你开这个店 其实你是在校园里是吧 对 按说这个店不应该赔钱 你说了 你占一块地儿对吧 你没什么竞争 学校是不会赔钱的 但只是挣得不多而已 他里面有太多的这种 不切实际的表达 以及他为他做的这些 不合理的决定 他有大量的时间去解释 他整个这个过程中 是没有说清楚说 我作为一个职场人 我能够给你的企业 带来什么的 那这一点上来说 我觉得他是严重十分的 所以其实你还是想创业的 我只能说 其实可能每个人 都会想创业 但是 你不要解释 你说话特别喜欢绕和解释 你直接回到我的话 其实你这次学成之后 你还是想创业的 我不想创业 如果说真的话 那你为什么会跟他接触呢 又谈到这个 当初创业的问题呢 我之所以创业 我其实一会儿 那个PPT上有一首诗 大家可能知道 我为什么去创业 你不要绕 如果我这个富二代 我这么说 我就不要说 如果我就问你 你在这次学习了 新零售三个月之后 你有没有过念头想要创业 肯定还是啊 我当时去学习 那就有 那你就说有嘛 你又说可能没有 干什么呢 明确一点嘛 那我现在再问你 你现在创业失败之后 到目前为止 你是口袋里还有钱 还是欠债 欠债啊 欠了多少钱 9万吧 所以你今天来到这找工作 是想找一个零售业的企业吗 不一定 产品跟市场这两个方向 做策划或者运营 这种内容的工作 你要求多少薪资呢 你要还债 市场类的话 就尤其是比如 如果跟销售有关 就是说提成相对比较高的话 底薪4500就OK 但是如果是那些 就是比如像产品策划 或者之类 就是说主要靠底薪 来发薪酬的话 那最低6000 这样 6000没有低于限制 只去一线 我真的理解你了 真的是应该多听 对 你受识了 别说话 OK 再擦擦汗 来 第一轮选的 许侯伦 他有11阵子